甜 甜 對 可以嗎 所以你這麼甜 對 因為剛剛黎明摩陷 我們只要幫... 我來幫你 好 可以幫我幫你 謝謝 謝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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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好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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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金牛百科的提案人 那今天的話就是很高興能夠來到台北市議會 那上次還記得我上次來的時候是4月多的時候 然後接過並沒有感覺非常好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原因是什麼 因為被議員罵了這樣子 好 那金牛百科是什麼呢 被部分議員罵了 哈哈哈哈 好 那金牛百科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 就是官方的一些介紹文字 不過我昨天想到一些比較有趣的 讓大家能夠第一時間知道金牛百科是什麼 金牛百科是比較會視覺化的陣線明細 那不是比較會考試的韓國瑜 也是 也不是比較不會考試的科文者 所以金牛百科是什麼 金牛百科就是比較會視覺化 比較視覺化的陣線明細 那它還有包括一些連結標案 跟候選人的各項資源比對 那今天我就不特別去說金牛百科裡面有什麼 因為我們測試版網站已經上線了 這是我們的首頁 那另外呢我們的首頁裡面有包含了各項的金流的收支比 還有各個候選人的總金額的比對 那右下角的話是有關於標案 就是我們整理了相容整理的API 我們把它架接過來 那會看到各個公司 就是近年來承接標案的狀況 那這是在今年最完整的金流的公開的網站資料 那接下來我要稍微講一下我為什麼被罵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也蠻有趣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稍微提一下 正線除了公開之後啊還有能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在我們專案的密點上面 已經有分析了一些事情讓大家可以做參考 簡單來講就是金流已經公開 但是金流的收支很需要人家大家去分析 那之前呢在潘文旭事件還沒有出來之前 大家最關注的大概就是盧學院的政治獻金支出 就是在四次的政治獻金支出裡面有大概3200多萬 都進到了親屬的公司 那當然2018年的支出也不讓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意外 那這比較特別的是這個是監察院的公開網站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韓國瑜的政治獻金 剛好在這七筆呢都是給潘文旭之前認識總經理的公司 叫旭創益 那很巧的是這幾個金額相加起來 竟然是整數2000萬元整 那像這種資訊資料呢其實在公開的資訊當中很難去被察覺 所以需要大家一起來做分析 好 那我們的medium上面也有做了各項的報導 那可以請大家參考 那我這邊特別講的一個法案就是 內政部今年通過的修法 那大家會知道說陣線公開之後還有什麼能做的 當然還有 這個法案呢就是針對未來 只要政治獻金支出的對象是 政黨的負責人 選任的公職人員或你參選人的關係人 包含配偶親屬等等 通通都必須加注在政治獻金的報告書上面 好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法案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後續要推動的 那最後呢我們 好 那關於為什麼會罵的事情我就下午再說 好 謝謝時間到了 你有要徵求什麼人嗎 我們要徵求的就是這個 我們一起在到監察院裡面 把正副議長的財產申報把它默備出來 我們現在已經把六都的正副議長的財產申報默備出來了 那你們可以去查一下為什麼要默備 就是因為他們不讓翻拍等等的 那我們就徵求這樣的人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